小米1810又怎样呢 因为最近股价其实都做好了 还有有些好消息 好像昨天就说 美国法院正式撤销了美国投资者 即是购买或者持有小米证券的全部限制 都希望重新纳入一些国际性指数 另外就是公布了首季业绩 昨晚就看到纯利是增长2.6倍 经调整利润和收入其实都创了季度新高 并且是比市场预期好 经调整净利润就增长1.6倍 大约60亿7千万人民币 而收入大约是768亿 按年增长了5成4 如果看回其中的智能手机业务收入 就是515亿 增长都接近七成 都可以看看管理层 其实都不在业绩会议中说了些东西 好像说 预期今年内就不太可能 根本上改变到芯片短缺的局面 但是就说小米现在的原材料库存 其实都还可以维持到业绩有非常好的增长 又在回应到 澄清其实他们会维持全年手机出货目标 因为最近有些传闻说是否会下调呢 那都有些澄清 那么这个桂绩出来了 那么股价其实都预先升了一些上来 怎么看这次这份业绩收不收货 又可不可以带动到股价进一步升 我觉得就可以了 因为看业绩本 你这么说了 其实最近有两个指标 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 美国不搞鬼他了 法院判决就是 原来我经过我的调查之后 你和一些军方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将这个黑名单剔除 这个你想想 很多人会很大衷镜 因为之前高位呢 我没记错了35元左右 就因为被美国制裁 世界每人了 火星集地球了 一路跌了下来 当然了 其实不是单单这个因素的 但是大家觉得 既然这个这么负面的因素 是叫淡化了 那是不是可以翻高一点的水平呢 第二 业绩是美好的 本身市场对业绩 已经是有些的 憧憬和预期了 说手机业务应该做得好 提醒大家 小米三个业务而已 第一 智能手机 第二 AIoT 就是其他的一些产品 第三就是说互联网 最重要的就是手机 大家就知道 虽然印度就有些问题 令到出货量会受压 但是因为华为被制裁的话 大家预计到 美国、欧洲的朋友 应该就不买华为 就买小米 所以对于手机出货量 是有个冲劲的 结果就是 在一个较高预期之下 都重要性于预期 那明显地 对股价就应该有些帮助了 我之前就说 28、9元就是第二个目标 我觉得就应该破到的了 但是上到多少呢 我就真的很难说 也都这么说 今天开市 真的29元以上 你才追入 似乎短期的上升空间 未必太大 但是除了业绩之外 要看到一件事 就是管理层 因为你问我 之前为什么不算特别乐观呢 就是因为我担心 第一 印度的问题 第二 是担心晶片的问题 第三 是担心原材料价格的问题 但是管理层 在会议里面 又有着物 首先 印度原来没什么 在欧洲、美国 能够抵消得到的 而晶片和原材料价格的话 包括这个小卫总裁 旺场也说到 晶片就不是特别忧虑的 现在都得到资源的 好 第一个问题 搞定 第二个问题 哦 原材料刚刚没什么都说过了 其实它都有足够的原材料 就算搞不定的话 可以提升价格 之前一些大屏幕的电视 加了价格 那就行了 既然你说 你的原材料 第一有货 第二 你有意价能力 那刚才所说的 基金经理就喜欢买这些东西 第三 科技股近期的市场投资气氛 是改善了 但是你说 我要买这些平台经济 ATMXJ 好像有点犹豫 小卫相对上 硬碱 变了资金就涌入去 所以我觉得 二十五元就穿的了 破了 就是升穿了 但是升到多少 就没知道 所以我觉得 如果没有货的 就是不好意思 可能要再观摆一下 或者一个漂亮点的位置 才买入 因为你好消息出现了 你才高追的话 我就一直都不走这套的 是的 其实刚刚也有个网民 就有个网民 就联冤听 他就是问米 他说要 怎么看1810 刚才我们回答了 但他就是想追的 但是你的建议就是 我现在如果真的高开了之后 就不要追着 是不是呢 始终每个镜头后的 大家有不同的策略 你说 我一定要追 如果 我说 结果你不追 你不追 接着下午就再爆升一阵 可能我给你 我给你 等我当工 你个肥仔 我认住你 你经常在哪里 哪里出没的 那你要买的 绝对都是自己做最后决定 是的 我将生比己 我自己的话 我就 报仇了 我就29.2 这些位置 我就不追了 住 是的